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食伤的特质 在上一次我们介绍官的特质 官他是一个一板一眼的 他非常的有规矩 可是跟他相对的却是食伤 食伤他是一种我所散发出去的 我生出来的 食伤会客官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食伤他的本质他就是那种不守规矩 所以很多人就会说食伤的人很难管教 他非常的不喜欢人家管他 他很喜欢爱好自由 没有错 这是食伤人的一个特点 然后食伤他还会怎样 变 其实食伤最大的特质就是一直在变 所以你会发现到食伤的人 他一直在想东西 一下子跟你说他要做A 一下子跟你说要做B 一下子跟你说要做C 他一直在一种动态的一种现象 各位你会觉得说 哇靠他妈的跟神经病一样 一下子要做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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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没有定性 但是各位你不要怀疑 这个就是食伤的一个特质 假如有一天他在那边 给你乖乖的 然后就在都不想他就是这样不想动 然后就在那边看他的书很专心 你以为他终于恢复正常了 可是各位 其实是对食伤的人一种伤害 因为食伤他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 结果你让他静下来的时候 各位 就表示他一定正处在一种低潮的像 他正在低潮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动起来 反而会乖乖的坐在那边看书 在那一边 就是做一般正常人会做的事 你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他平常就不是这样啊 那怎样今天是恢复正常 不对那个叫做不正常 那反而叫不见不正常 所以你就会知道食伤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人 他们想法特别多 所以他们呢 会被叫做的是开创者 因为他们是商官会客官嘛 那商官 食神 或商官都会把官杀客掉 那官呢是旧有的这一种的规矩制度 他会破坏掉 那破坏掉会有两种情况 一个叫做什么 顽劣 弟子 就是看什么都不爽 反正他就是要制造冲突 因为他觉得旧有的制度不好 可是他没有办法推翻 他就变成是什么 抗议分子 捣乱分子 捣乱社会秩序 但是另外一种的他不是 他反而可以怎样 把这些旧有的制度 他把他干掉 毁掉 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出来 所以他可以当做开创者 相对而言他也可以当做捣乱者 怎么会这样 各位 这个就是八字他 来讲相同的符号 可是却会产生不同的一种特色 所以 各位他可以是当开拓者 他也可以当做是捣乱者 所以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单从八字去看 你还要配合他的行为 因为他的行为才会知道说 你 这一个八字的组合 他到底是往好的还是往坏的那一部分 所有的十神 都有这种特色 不是就只有十神商官有这种特色 是所有的十神 所以当你了解所有十神的时候 你还要再观察一下 这个人 他到底 会往正的还是往负的 所以当你了解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十神商官他是一个双面刃 因为他有他的话 他会变成是一种开阔者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变成捣乱者 这个社会来讲会不会进步 其实各位 就是由这一种的开拓者下去种的 因为毕竟时代要进步 各位十商最厉害的是什么 无中生有 因为官是一个天花板 他就会把你限制在这里 那十商会突破这个天花板 他往上爬 那上面是什么 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他们会产生的是一种 无中生有的一个创况 所以你看社会为什么会一直越来越进步 你跟古人讲说我们有网路 古人会跟你讲网路是可以吃的吗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一些东西都是以前没有被创造发明出来的 这种东西都是由十商他们比较强项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十商很强 十商都好 他的思想一直在飘飘然 但是他有的时候会飘到外太空去 这时候你就要把他拉回来你知道吗 不然的话他真的给你飘到外太空去的时候 这个人就每天在那边脸消围而已 所以他必须要有人把他拉一把 不然的话他会飘走 飘走就很难再拉回来 否则的话这个是他们的强项 但是相对而言也是一种弱项 因为不容易控制 所以在十商的人来讲 他们是属于一种开创的 创新产品 这一类的 但是各位这个就是他们的强项 但相对而言 我们都知道 新产品出来他会是最好的吗 不会 因为他只是一个创新创意而已 可是真正 要把他变到能够用 那个都是硬的特色 所以硬是升级 食商是创新 所以他们两个都可以当研发人员 但是都是 他们是不同属性的 所以 创新者都是食商 开国工程基本上都是食商 因为他打天下全部打下来 可是 这个天下打下来是好的吗 不会 因为还是很乱 所以天下打下来都会有一个明君去治理 那个都是硬行的 官行的 为居多 所以 每一个食神都有 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这个位置 他只要摆的正确 他就会发挥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各位就知道食商的特质就是一个变 一个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帮我按个赞或订阅关注我一下 你的这些行动会对我是我创作的一种支持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